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看的是那个 MX的 Form 5 Chapter 7 Linear Programming的题目 然后他 除了最后一个subtopic 之外 其他的是 Form 4 Chapter 6 MM的那个Form 4 Chapter 6 是一样 OK 好 好 在这一边 我们看SPM2007这一地 他说一个工厂 它有两个component P跟Q 在一天他可以生产X的PY的Q 然后 P的profit是15元 Q的profit是12元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production component today is based on the whole infrastructure 然后他就有给我们这一些 OK 限制条件 然后叫我们写三个uniquity OK So 首先第1个呢 他的total number of component is at most 500 as most 就是小过等 所以我 X加Y会小过等于500 这一个是我第1个 然后第2个呢 the number of component P OK produce X Not more than Not more than 不多过是小过等于 三倍 Y So 我第2个呢 是X小过等于3Y 可是我们要记得 iniquality的时候我的Y一定要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3Y大过等于X Y大过等于3分之1 OK 记得 Y大过等于3分之1 然后接着第3个 他说他说他的minimum profit 是 total profit是4200 所以X的是15元 所以就15X Y的是12元 12Y加起来要大过 大过等于4200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第三个iniquality 我看到这个 都是3的倍数 我全部一起读3 3515 4312 然后133 1400 OK 所以在这一边他要我们用 scale 2cm 50个component on both axis construct and shape the region R which satisfy all the above constraint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2cm是50的情况之下 我就 在这一边 2cm50 OK 因为我的那个component X跟Y 一定是positive 多少个东西 不可能有negative的东西 所以我就 放在最旁边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X 然后它是2cm50 所以我就50 100 然后 150 200 然后250 300 然后350 这个是 400 然后 50 100 150 150 然后接着 200 250 300 350 然后 400 450 500 OK 好 这个是1 然后接着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x加y 小过等于500的时候 我可以说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500 OK y等于0的时候 x等于500 可是x等于500 这边我没有问 我定过x等于400 罢了 所以我就放x等于400的时候 y会是等于100 OK 400加y等于500 y等于500 400 Y等于 0500 然后 400 10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400 100 就是这一个 然后 那个0500 就在上面 这一边 OK 好 我们把这两个点 连接起来 然后 它的这一个呢 是 属于 小过等于 小过等于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下面的 所以这个是下面 下面 然后 下面下面下面 然后 下面 好 然后 过后呢 这一个就这样 so我就说 x等于0的时候 y会是等于0 然后 我的 这个 x等于300的时候 y会是等于100 00 300 100 所以我在这一边 00的时候 300 100 00在这一边 300 100 这一边 OK OK 所以它这一个 00 300 100 OK 它经过 00 还有 300 100 OK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是 0500 然后 400 100 然后这一个它是 大过等于 OK 是大过等于啊 原本是小过等于 但是我们听y 所以它应该是大过等于 所以大过等于是上面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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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在这一边 我拿我的x等于0的时候 然后y呢会是等于 0加4y等于1400 y等于1400 除4 1400 1400 的话呢 它是300 所以是0 350 在这一边 0300 所以我们就有 0350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y等于0的时候 和x呢 是1400 除5 所以我在这一边 先是除5的话 那这一个是280 280 OK 280 OK 所以280 0 250 260 270 280 就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就跟刚刚 这个点 跟刚刚的那个0300 连接起来 OK 然后这一个还是要大过的 大过的情况就是要呢 我们的这个是这一边 大过的 上面 OK 所以这一个全部都符合条件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一边 OK 所以它符合条件的地方就在这一边 OK OK 就这样子 OK 好 OK 所以 这一些东西 然后接着呢 CE呢 它说minimum number of Q Y 它要的是minimum Y 等于多少 它的 X是100 X等于100 的时候 它的minimum Y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我的X等于100的时候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X等于100 我用在这一个地方 X等于100 上去 OK X等于100 上去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225 OK 225 所以这个是225 所以我们知道X等于100的时候 minimum of y Y 是等于225 所以它是minimum 225 Q OK 好 这个为止呢 都是属于我们model max 范围能够做到的东西 OK 这个是confine MX的其中一体 OK 最后一个C2的部分 是属于MX的东西 好 最后呢 它要的是maximum total profit 最后它的profit是什么东西呢 profit是15X加12万 然后15X加12Y的时候我这个profit 等于15X加12万 它要的是maximum profit 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一条线呢 是它的minimum profit 它的minimum profit是它 这一个最后一条 所以这一条呢 我 把它 把它 什么延长上去 OK 延长上去 然后 这样上上上上 碰到它的最后一个点 那个就是它的maximum profit OK它平行的 然后延长到 最后的那个点 就是可以找到它的maximum profit 所以它的maximum profit呢 会是在 这一个地方 然后350 然后 这一边 这个是 什么 啊 三百七十五 一百二十五 三七五 然后一二五 OK 这个三百五 三百七十五 然后这一边是一百二十五 这个是 一百 然后二十五 三七五 一二五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是 是 呃 什么 呃 什么 max 三七五 三七五 一二五 所以它的maximum profit OK 是 15乘三七五 然后加 12乘一二五 然后我在这一边 15乘三七五 加 12乘一二五 然后拿到的是七二 对 rm 七一 OK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 cover max 的这一个东西 so 它这一个东西其实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是我的graph 然后在我的这个graph里面呢 我们的这一条线是我要 msimize的这一条线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 拿一把词 然后我还在拿一个 subscribe so我的这一个 尺呢 我就adjust到平行 以我要maximize的这条线这边 OK 这一个是我要maximize的线 我把它平行 然后接着我的这一个sq呢 啊 我就 让它是 跟这条线 平平 平行的 这边 让它平行的 这一边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一边 这一个 然后接着我跟它 推 推到我碰到最后一个点的位置 OK 这一个 就是它的maximum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是 用那一个 什么 Desmos so Desmos 这一边的时候我有这个x加y小过等于500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有这个 x加5y小过等于500 然后接着第2个是x小过等于3y x小过等于3y y 然后再来呢 然后再来呢就是15x加12y大过等于4200 15x加12y大过等于4200 OK so我的这个东西呢 他的这个 这个呢 我 是刚刚在这一边 他是0到400 0到500 所以我的这一个 这个 减 10 到 400 然后 减100 400 然后 29 这个到400 然后 y 是减 50 到 那个 550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图形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图形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用 这一个 框下去 然后接着我再这样跟他框下去 OK so这个是我们的shaded region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shaded region呢 是 我的x大过0 y大过0 所以x大过等于0 是这一个 好 so他的shaded region 是这一边 跟我刚刚的这个shaded region是一样 so我现在要 maximize的是这一条线 15x加12y 所以我的这个 15x加12y 等于一个constant 然后这个constant呢是 可以改变 OK 我的这个0 OK 到 7500 OK 0 到 7500 然后 12 15 60 所以他可以每60 6 这样来改变 600 这样来改变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这一条这样移 上去 OK 这样 他就可以 拿到他的maximum 跟他的minimum OK minimum就是这整条 OK So我的这一边我让他是6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嗯 我这样一直移的时候 OK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我可以来到这一个 呃 600 我给他60 OK 60 60 将来移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6060 将来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OK 他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是他的maximum 12 740 740不可以 OK 然后他在这一边 只要问他是72 740 740 只要问 375 12 5 625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那一个 x 775 125 对 775 125 OK 好 好 这样就是一题完整的 SPM 的 Paper 2的题目 这个总共10分 这一个呢 是我自己manual做的 scan 电脑 所以 就这样 OK 在SPM考试的时候 我们画 好 OK 嗯 我给大家看 可以 OK OK